她是最有心机的亲妈 未能出国流血 竟把女儿甩给从未蒙面的富豪老爸 现如今未能接走女儿假意识好霸总 殊不知一场拆散妇女二人的阴谋正在进行 玛丽亚深知小一辈与自己出国必须有护照 但由于小一辈并非医院出生所以比较棘手 朋友提出只要与霸总一同给小一辈上个户口 全部难题迎刃而解 玛丽亚便开始挑剔霸总教育孩子方式有问题 让小一辈觉得霸总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随后便给小一辈灌输孩子应该与母亲在一起 并且寸步不离小一辈 从而在小一辈的心中刻下即将离去的念想 霸总看着女儿收拾行李的模样心中很不适滋味 然而天真的小一辈心中希望霸总能与她一同离开 但现实却不如小一辈的意义 小一辈与霸总的亲近让玛丽亚很担忧 她先是在孩子那里打探霸总适合准备 可万万没想到得到的竟是小一辈的不肯离去 她便准备趁霸总不在家中立即带走孩子 就在二人收拾好行李的那一刻 万幸的是霸总及时赶回来 玛丽亚便以不带走小一辈 唯由让霸总给孩子上户口 不知玛丽亚是何意图的霸总勉强答应 就这样在约定的时间内 霸总拿着亲子鉴定为小一辈办下本出生就该有的证件 有了这张证明妇女的东西 让霸总既高兴又担忧 她便向玛丽亚提出要单独带孩子玩几天 却遭到玛丽亚的拒绝 万般无奈下 霸总只能偷偷带着小一辈过上只有父子二人的几天 车上的妇女二人一起高歌一起游戏 片刻后小一辈手扶车窗感受着威风的轻浮 这一刻是多么的美好 然而当小一辈睡着的那一刻 霸总再也安耐不住心中的不舍 她来到孩子的身旁 把唯一的一件外套盖在女儿身上 突然她心中冒出一个想法 而另一边玛丽亚得知父女二人不见她慌了身 她便与朋友前去报警 多亏霸总朋友的阻拦 朋友怕霸总得到法律的制裁 她便带着玛丽亚走上寻找一辈的路上 寻找无果后玛丽亚还是报了警 很快警察在森林深处发现了霸总的车子和一辈住过的帐篷 可人去楼空 难道是遇到野兽还是另有原因 万幸的是 霸总只是带着小一辈去湖边散步 安然无恙的父女二人出现在众人面前让大家很高兴 可一旁的玛丽亚却动了立即带走孩子的念头 她便未动声色地要与霸总回家 丹妮找到小一辈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从第一次见到小一辈开始就很喜欢她 虽然在过去时间里二人因为霸总闹得不可开交 但心中爱小一辈的心没有变故 丹妮希望小一辈去了国外不要忘记自己 回去后玛丽亚竟然让小一辈去与霸总睡 然而不知道风暴要来的霸总 带着小一辈搭起帐篷 玩起恐怖的魔鬼游戏 并且再次扮起时尚姐妹 游戏结束后小一辈突然涌入霸总的怀中 让霸总心中很不适滋味 玩到半夜妇女二人才入睡 然而清晨霸总醒来的那一刻 发现小一辈早已不见 就在霸总要出门寻找时 发现桌子上小一辈留下的信 信中小一辈诉说着心中的不舍 同时抱歉不能与父亲当面告别 看过信后霸总立即给玛丽亚打去电话 他指责玛丽亚的自私 但玛丽亚却不以为然挂掉 气愤不已的霸总直接找到律师 律师便询问霸总是否有自己是孩子监护人的证明 霸总这才想起多日前在公正处的资料 可不幸的是当霸总找到袋子的那一刻 才发现早已空空无影 慌了神的霸总只能赶去机场再寻办法 然而到了机场却发现玛丽亚和孩子已经上了飞机